中国的钢铁行业是否会受到美国钢材进口削减 或者是禁令的影响呢 来听一听MySteel.com李鸿梅的看法 2018年年初 美国钢铁价格呈现强劲上涨态势 而目前中国钢材价格与2017年12月相比 已经略有下降 这对2018年整个钢铁行业价格走势意味着什么呢 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认为2017年中国钢材价格是呈现一种上涨的态势 12月份则是达到了一个高点 市场需要一点时间来思考2018年将会发生什么 钢价的变动也会暂停一下并做出一些修正 但总的来说 我认为中国钢材价格目前依然是非常高涨 虽然12月份相较来说略低 但暂时仍处在高位 太棒了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国近期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非常强 要高出市场预期 估计去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能够达到30% 您认为这会是年内中国刚才价格上涨的主要驱动力吗 很遗憾中国GDP的增长不会是主驱动力 因为年内的增速应该不会像2017年那般高 2017年的增速为6.9% 这个数据不仅让市场 就连中国政府也感到意外 因为他们评论到 去年的GDP增长大大超过了自己的预期 因为2016年还只是勉强实现了6.7% 所以我并不认为2018年 中国政府会试图实现更高的GDP增长 这也让刚才价格变得很难预测 因为经济增长部分的会受到消费和投资的驱动 如果这两点都保持强劲的话 对刚才的需求和价格来说都是好消息 而我们需要记住的是 如果中国仍继续推行污染控制和减产的话 这也会推高刚才的价格 那么中国钢铁进出口方面 是否容易受到影响呢 我们有注意到 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已经决定 尽快采取行动 允许或者减少钢材和铝材的进口 这是否会给中国钢铁市场带来一些波动呢 我想说的是 大家对此有些过分地强调和关注了 因为如果从总体上来看 中国钢材出口的比率 我会说这大约不到10% 即使是在出口量高的年率 最高也就15%周遭 所以中国的钢材产品仍以满足内需为主 至于对美国出口 我记得中国商务部曾提到 美国不是中国钢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 出口量很小 每年只有一两百万吨的样子 所以我认为美国方面的变动 不会对中国钢材出口造成太大影响 不过我觉得市场 还得看其他国家 如主要出口目的地 日本是否会紧跟美国的脚步 对钢材进口做限制 如果是那样的话 影响就会大上一些 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是 90%的中国钢材产品是内部消化 国内的市场形势相当不错 所以不是太在乎出口 太好了 非常感谢您接受访问 并分享了宝贵意见 谢谢 本期商品角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